大家好,我是錢田 今天來介紹明天 9月11號天堂&改版 還有一個 大的標題就是聚雲女皇VS殺蟲陣營前哨戰 這應該是跨屍乳器 然後他會要你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要你登入你的FB 或是熱鬥或是 那個Google的帳號 登入完以後會要你選擇 你所在的屍乳器 跟角色名稱 然後登入以後就會來到這個畫面 然後按一下右上角的投注說明 然後你說投注陣營戰獲勝了一方 一旦按下投注就會直接送出 無法進行更高 然後這邊 他有投注 然後我的話選擇殺蟲好了 然後就投注成功 然後他第一階段有期限 然後 9月10號的12點到9月15號 11點 12點開始投注 然後9月16號的話 他會公佈哪一個陣營 勝利 然後每天的話 這邊有顯示 現在的話 是巨女皇這邊投注的人比較多 那 現在才第一天嘛 不一定 然後 殺蟲才230 對這不一定 然後他每天我剛剛已經 有攻擊過 他每天可以攻擊一次 每天可以按一次攻擊 然後現在是 按攻擊的話 應該是攻擊對方陣 然後他有一般攻擊跟爆擊攻擊 然後不確定這個爆擊攻擊是怎樣 那我一般攻擊的話是只有攻擊一點 他應該就會顯示一點 那我說的不清楚的話 到時候可以在下方跟我講一下 然後第二個活動的話 他是 隱藏的訓練場 四大精靈戰隱藏訓練場 大規模戰鬥訓練 正式啟動 然後擊殺精靈王的話 有機率 獲得英雄級的武器 那 以我這一年 一年半 玩 天堂M這個遊戲的心得 是這個機率 應該是很低很低啊 這個就不要去想太多 然後這個應該是 不知道是不是刻印的 或是非刻印的 這就不曉得 這邊沒有血 可能晚一點他會廣告 然後這個神 第三個是神秘傷人 然後這個之前 活動有出過 就是你在一定的時間 你要去等 等他的傷人 大約是五分鐘他會消失 所以你要把握那個時間去 去 去等那個傷人 然後第四個活動就是中秋節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的話 基本上跟韓版是同步的 韓國那邊 上禮拜已經出了 他就是 會給你一個箱子 然後他賣 2019 天幣 然後階段性的開 他CD應該是24小時 每天可以開出 龍珠啊 一般變身券啊 然後變身一兵魔法 娃幣 然後戰鬥角 然後迷你軍幣等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韓版 他就是這樣一個箱子 然後賣你 2019 天幣 看一下喔 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一般的 就是 就是會賣你2019 我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找不到他放哪裡 反正就是賣你2019 天幣 然後會送上面我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然後給你一個箱子 那CD應該是24小時吧 然後每天可以開出 強化戰鬥捲啊 龍珠那些東西 然後以上就是今天對活動的講解 如果有 有疑問或是想要補充的話 可以再來比較留言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各位掰掰 掰掰